神笔画梁作为神话中的传说 他将纸上的事物变成了现实 而如今也有了一种笔 最大程度上的做到这一点 他就是3D打印笔 此间老外就利用他 自制了一双精致的球鞋 而成平看起来相当经验 当然他不光能够打印东西 还能够做起修复工作 给残缺的墙壁进行修复 而下面这位牛人就更加厉害了 因为他用3D打印笔 打印了一辆超级炫酷的豪车 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吧 只见他先是裁剪出长短不易的钢管 将它们组装成汽车底座的形状 随后按照图纸将制作好的轮胎 摆放在固定位置上 紧接着小哥在纸板上画出汽车轮廓 在裁剪完毕以后 拼接在汽车底座的四周 之后将钢管沿着纸板的边缘 进行弯曲固定 将整辆汽车轮毂固定好之后 再把纸板去掉 此时汽车的大体轮廓就出现了 接着来小哥开始对他们进行填充 在塑料板上对着钢架画出它的形状 并用不同颜色的打印笔 填充在指定区域等 等待填充完毕后冷却一段时间 随后将立体图案和钢架固定在一起 并安装在汽车上重复相同的操作 将所有的中空地方进行填充固定 为了时期更加逼真 小哥还将反光镜 车灯 车标 车牌等一同打印出来 就这样一辆3D打印汽车的诞生了 看看这经验的效果 不得不说 这小哥动手能力还真是强悍呢 对此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也没有什么看法呢